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7日 近期 CNN在 采访一位嘉宾的时候,这个嘉宾谈到 俄罗斯军队现在 得到的最好的武器 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的武器,就是 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他 大概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的观点 就是本身这种自杀式无人机 他覆盖了 乌克兰大部分地区,他攻击的范围,包括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 也就是说 在基辅,基辅以西 大概到了 罗夫诺这个附近 对利沃夫附近倒没有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去 进行袭击,并且对于 乌克兰最主要的港口 奥德萨 还有这个尼古拉耶夫 是大量使用了这个无人机进攻 尤其是奥德萨地区 我们现在呢 这样子我来 就这个话题呢深入的聊一下 因为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看他实际上也并没有 仔细的去讲 这款无人机的作用 他只是认为这款无人机是 目前 俄罗斯得到 得到的帮助 是意想不到的 我认为呢 这款无人机呀 他的 最大的优势 首先就是体现在他的价格低廉 第二呢 就是说他的性能稳定 通过这两个优势呢 实际上他实现了一个 战术级的武器 达到了战略级的目标 我们先说啊 他的成本啊 是非常的低 也就是两万美元 到五万美元啊 这是 目前伊朗给出的这种 价格 实际上的就是很多网友认为如果是中国生产的话 顶多也就是 两万人民币到五万人民币的这种水平 这个我们不提 我们就说非常便宜 我们举最简单的 一个例子啊 就说现在很多人寄希望用 用以色列的 铁琼来防范这种 自杀式无人机 首先啊 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啊 他的 机身呢是用玻璃缸制成的 内衬这个金属支架 所以他的 这个 金属反射面也就雷达反射面是比较小的 铁琼 应该啊 他是能够发现这种无人机的 毕竟他是针对于 这个火箭弹来设计的 应该是能够发现的 但问题是 铁琼的成本 比较高 成本 铁琼的发射单元的成本啊 基础成本是5000万美元 他的导弹弹体的价格呢是2万美元 所以综合下来 你再考虑到这个 其他的一些成本他可能 他的综合成本要高于这个自杀式无人机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如果用铁琼防范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话 实际上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种自杀式无人机 它也有一个饱和攻击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在一个小范围内 大的风群进行 集中进攻 铁琼的这个单元发射量实际上 他也是有限度的 因为你在一个区域内啊 不可能布置太多 对吧 你也要把这些系统散开了布置 所以这个本身 也有他的问题 因为毕竟这种 自杀式无人机啊 它是 低空的 低空飞行器 所以你这个 铁琼这种系统如果布置远了以后 你是没法防范他的 但你在一个小的区域内的也不可能集中部署太多的这种铁琼系统对吧 因为你要照顾得一个大的面 这是他 这就现代特征 现代战争的一个特征就是 工艺手南 发动进攻比较容易现在这种武器 而且他这种可靠性似乎还可以就是一个 小的这个 游戏另外加一个GPS导航啊他就能飞过去了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说这个 自杀式无人机啊他达到了一个 战略上的目标 他实际上也并不是说他自己就实现了这个对 乌克兰40%电力系统的摧毁 他实际上是 他配合了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实施了这个达成了这个目标 他起到一个干扰作用 因为大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进入以后呢可能有很多 高价值的防空导弹用来去 摧毁这些自杀式无人机了 反而把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给漏过去 所以他在 很大程度上呢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另外呢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呀 我们看他的航程啊实际上是 确实是能覆盖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大部分国土 尽管说他可能达不到1000公里 因为很多人质疑他这种飞行距离是不达的 可能达不到1000公里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乌克兰他的地势啊不太好 他是 被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还 帮了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克里米亚 所以他 这种自杀式无人机不用飞得太远啊就可以 可以袭击到 乌克兰的绝大部分地区这就是乌克兰 现在面临着一种窘境 实际上 伊朗的很 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呀也给了 很多国家一起 是 啊这种 实际上伊朗最初啊他这种想法可能就是用来攻击以色列用 当然这次在战争当中的他这种想法也暴露出来 以色列肯定也会加强自己的防御体系 啊防御系统提高防御系统的性能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这个 啊攻攻起来容易熟起来难 所以这也就是 啊那位CNN嘉宾啊认为这款武器啊对俄罗斯的帮助最大 啊确实也是在战略上现在 乌克兰 是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啊因为现在 电力系统供水系统都受到了 打击 因为乌克兰面临着未来要恢复自己的军工生产的一个 目标啊现在你就很难实现了而且 呃 现有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运输是不是受到影响这也值得怀疑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欢迎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关注我的频道 是